突然晚上的话一声巨像 玻璃畅子都这么整理了 四点左右的话这么想的 陕西发现最强机关木 这是我国考古史上所发现的 最强力 最难打开的一座机关木档 光是想要进入这座墓葬 就要格外小心 因为就连看似在普通不过的木门 都暗藏着极为隐秘的机关 稍不留神 就可能导致人丢掉性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0年 陕西省宝鸡市地区 一声巨大响声 从北郊地区发出 这是冬天的夜晚 外面一场寒冷 也格外寂静 一声巨响 将周围的村民给惊醒 有的村民看了下时间 大概是凌晨四个多 不过 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出门查看 天气实在是太寒冷 谁也不会因为这半夜 突然的惊醒而出门 第二天天蒙蒙亮后 有人在村子里突然大喊道 不好了 出事了 许多村民这才起床查看 大家顺着巨像传来的方向走去 这才看到 声音来源是一堆土丘 想都不用想 肯定又是盗墓贼来这人 大家清楚 早年间 这里就有一座大墓 但是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就常有不明身份的人 在这里出现 村子不大 人们之间都相识熟络 生面孔总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大家在这里 也会经常发现各种盗洞 这里白天还有村民经过 晚上并没有人专门看守 因此 每次他们都只能发现 被破坏的痕迹 再联系当地有关部门 不过盗墓贼几次下来 军委打穿墓室 这种事情多了 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可任凭谁也不会想到 这盗墓贼竟然如此嚣张 竟然敢使用炸药将这种炸开 等当地文物部门赶到县城以后 这才发现 这里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那么这 究竟是谁的墓葬 这要取人物吗 要取人物 陕西发现最强机关木 然而 之前这里遭到了炸药爆破 有很大一块地方 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坏 当地的文物保护部门 此时才意识到 他们的雾不忍让 已经让这个大墓变得岌岌可危了 如今 他们必须进行保护性发掘 他们之所以之前 从来没有对这里进行过发掘 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 这座墓葬究竟是什么年代 而且 这种大型墓葬 当地是没有什么开发条件的 据一些老的文物工作者诉说 这些年以来 他们还是有过一些发现的 这座大墓 曾经发现过一些 石人石马之类的文物 很可能是一位官员的墓葬 但是具体是什么朝代 他们依稀记了 当年这里曾发现过一座石碑 似乎提到了底茂针 也就是唐秦王 因此 这里有人将这座墓葬 叫做秦王坟 可是具体是什么 他们还不得而知 考古队当即联系了 当地的上级部门 他们派遣了许多 应有经验的文物工作者 来到了此地 根据测量 他们发现 这座大墓南北长约有45米 东西方向宽 大概有22米 面积接近前平方 当地的村书记 和有关部门提到 曾经 这座土丘的西边 还有一座墓葬来着 也非常明显 不过在上个世纪 70年代的时候 因为平整土地 就给推平了 按照现有的条件 他们推测了一番 如果这里 真的有两座墓葬的话 那么 很可能这是一座合葬墓 很可能是李茂珍 与他的夫人 共有的墓里 专家决定 他们先发掘 规模相对较小的一号墓 一号墓的墓道 很快就被找到了 然而 这里的机关 却让众人震惊不已 这是为何 陕西意外发现 最强机关木 这里 陶谷史上 最难以解决的 机关木之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进入墓地 以后发现 一个宽约三米的 砖棋屋檐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屋檐下放 还有一组砖雕 上面的浮雕 异常精美 上方还有仙人仙鹤图 整个场景宛入仙境 然而 接下来 却是极大的难题 他们发现 前方有一个地宫入口 这里高约7.3米 这里本是入口 端门下面 却根本没有木门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无数的石块 他们尝试出离石块 完全无法抽出 他们是一块一块石头 逐步溜击起来的 盗墓贼根本没办法通过 现在 他们也没有办法 打开这座地宫门了 一旦强行进入 那么木门将会 直接踏下来 这个机关 虽然没有大家想的 那样精密 两人 杀伤性却是极强的 专家只能另想塌法 他们如今只能希望 在地宫和端门之间的结合 没有那么紧密 他们用钻碳设备 钻碳出了一个 大概约4平方米的天井 在打开地宫以后 所有人都被 眼前景象震惊了 里面非常狼藉 早已经过盗墓贼的光顾了 墓主人的墓志明 也被发现了 专家只能一点点清理收集 他们发现了一个 遗落在角落的石匣子 里面的文物 早已秀起斑斑 经过仔细辨别 这竟然是一块单书铁券 上面的文字 虽然已经无法辨认 但这已经是发现的 最古老的免死金牌了 众人还是非常开心 然而 这只是一号墓葬 一座小墓 第二座墓葬 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